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将军李克之间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 李克呢是绝对要杀掉这个袭击的 为什么 因为李克啊总是为他心里有一件事做得不好 非常纠结 因为在最后的关键时刻 立即派他的一个男宠叫做幽师 去威胁李克 所以现在我们国军已经决定杀掉太子李希奇 那么李有两种选择 第一 替国军除掉太子 第二 继续和太子往来 去站在太子一边 这二者必选其一 李克说 让我为国军杀掉太子 我下不了手 让我继续和太子往来 保他 我没了个本事 我中立行吗 有事所行 所以李克采取了中立的态度 不上朝了 请病假 这就客观上加快了立即 除掉太子的步伐 太子自杀以后 李克非常纠结 非常自责 觉得自己如果不忠立 情况不是这样 所以他下决心 一定要杀掉这个希奇 要为太子讨个公道 这之前他问了许希 如果我要为太子讨个公道 讨个正义 您什么态度 许希说死之 许希说我只有一死 我不能够有恶心 也就是说我答应国军的话 是一定要做到的 这两个商量结果就这样 于是李克杀了希奇 许希就准备死 有人劝许希 说还有一个小孩子 就是这个桌子 于是许希没死 又把那个 立即的妹妹式的孩子 又辅上这个位置 李克毫不可及 把他又杀了 那么许希呢 也就自杀了 成就了他一个忠诚的清白 这就有个问题 我们说许希是一个 足智多谋 还深谋远利的人 一文官 你就想不到啊 在靖宪公死亡以后 拼你的本事是保不住 这两个孩子的 当然能想到 后人说他是愚忠 其实也不是 说他不能够深谋远利 其实也不是 寻希考虑的是什么 不是这个国家的前途 不是这个事件的正义和非正义 他考虑的是 如何做一个忠诚 这个忠诚会使自己的子孙后代 在靖国是到特别的待遇 所以寻希死了以后 到靖国建立六亲的时候 六亲掌权的时候 上军主帅副帅 中军主帅副帅 下军主帅副帅 这六个位置是 靖国最高权力机构 最高权力的六个人 而寻希的后代 居然占了两席 每次寻希的后人 被提拔上来的时候 人们总是要重复一则 念一遍寻希的忠诚 这就是寻希为自己的 深谋远利 这两个小组被杀了 还得有人做国军啊 李克考虑的首选对象 崇尔 这个崇尔向来他一贯的表现 就说明他是个民主 所以派人去请崇尔 从而拒绝了 说我父亲尸骨为寒 我就想到了什么夺位 那还算人子吗 这个还有其他的公子 我弟兄多着了 您找其他人 这我不敢 于此先后 这个秦国的秦穆公 也派了使者 专门去调研金献公 金献公是秦穆公的老丈人 您前调研就够了 他派使者到崇尔那里去调研 崇尔在哪里 崇尔逃在国外 秦穆公 向这个调研 向崇尔调研 崇尔父亲的机会 其实向他 创达一个信息 说这个国家 大烂当头的时候 咱们不能长久的 成立在 丧失父亲的悲哀之中 要考虑国家政权 要考虑啊 说白了 怎么回去做这个国君吧 说那个崇尔啊 恭敬的打理 这个拜了之后呢 却没有谢 他只拜啊 不谢 感谢你们对我父亲的调研 但是不谢呢 不感谢的是什么 不感谢你们后面说的话 我要考虑回去做国君的事情 所以站起来 流着眼泪 苦着站起来 然后呢 他并不和来调研的人 去说一句话 崇尔把这个面拉 站起来 哭着走开了 这一切行为 传到秦国 秦木工听了以后 有什么评价呢 他说忍义啊 崇尔 说哭着站起来 他是尊重父亲 对 然后呢 他不与哪一者谈话 说明他没有私心 没有私利 哎呀 你保护我啊 我回去做国君 怎么搭建 没有 这个崇尔真是忍义啊 所以在 秦木工的心目中 建国的主子 要做个好的国君 那就非得崇尔不可 但目前不是这样 崇尔拒绝了李克 也委婉地拒绝了 秦木工的帮助 有一位叫凯撒大帝的 网友问 秦木工辅助崇尔的 真实目的是什么 这况不能把他的目的 想得很快 因为秦木工前面辅助 公子一无回晋国 做了国君 他是晋慧公 但是晋慧公和晋慧公的 儿子晋怀公 都是背信其义之人 所以各秦国 带来了损失 各秦晋两国关系 也造成了裂痕 秦木工他又 现在要支持 公子崇尔回国做国君 他是看重崇尔 两个字 诚信 所以支持崇尔 回晋国做国君 是为了加强秦晋 两个国家的 目领友好关系 同时呢 他对崇尔还寄予厚望 当秦慧公举行国宴 招待崇尔的时候 秦慧公读了一首诗经 六月 这个六月这首诗 讲的什么呢 就是西周时代 有一个国相吧 叫银吉辅 他辅佐周宣王 这个人在率军大战险运的时候的那种文桃武裂 贤运就是匈奥 读这首诗明明是赞扬 银吉辅的 就是把这个辅佐周王朝的重任 交给崇尔 所以造成说崇尔赶快要去表示感谢 因此我们说结论是 秦慕公辅佐崇尔 还意在辅佐周王朝 虽然崇尔对靖国国君之位不感兴趣 但是崇尔的弟弟姨吾 却对国君之位垂涎三指 国不可一日无君 靖国的大臣李克 愿意辅佐姨吾吗 李克同样的派人去向姨吾 转达这个意思 回国做国君 这个姨吾也有一个智囊团呢 他的智囊团里人就对他说了 靠不住 公子们国内还有好几个 到外边找 说不定回去以后就中了陷阱 被杀了头你还不知道 所以这个不靠谱 去不得 要去都在国际上寻求援助 找一个强大的国家做后登 回去之后呢 不至于说有人敢对你下手 找谁呢 找秦伯 具体说秦母公 国内还要不要有人支持 当然要 那就是那个李克 所以 一无就派了他手下的干将 首先到秦国 跟秦母公说了 只要您武力支持我 回国做了国君 我掌权之后 黄河以西 晋国的领土 有八座城 全部格让各秦国 表示答谢 那道秦国觉得 何算 然后跟李克呢 也答应一个条件 说您 支持我 做上国君 那么我会把 分阳之地 这是一个很大的地方 封给你 给李克 也这么痛快地答应了 但是 痛快地答应 就未必能兑现 这叫做啊 轻易的承诺 轻易的许诺 不成 不实 他是不会兑现的 这样秦母公 就派了军队 护送一无 回晋国 别者是否要兑现呢 不对现 大臣们 他的智障团一赏两 这个事 哪那么容易 把这个地割让啊 于是 派了一个 他手下的一个大夫 叫做批正 组传里面叫 还加一个父子 批正父 叫批正父到秦国 去对秦母公说 说前不久啊 我是答应您 把河西之地 八成画给你 但是我做了国军之后啊 大臣们就说了 经过的领土 是经过祖宗们 得到你 你怎么能 擅自地 割让给这个 割让给那个 你没这个资格 我真不过 实在没办法 对不起 送那些珍宝 这事就算了了 秦母公啊 吃了一哑巴亏 有现在话说 那叫做无语 太无语了 但是秦母公没有发作 你说了给 没给 没给就没给 那按照晋国的一贯 一贯的做法 马上派兵攻打 秦母公没有 我们看看虎狼之国 是什么样子 吃了哑巴亏 这个公子一无 做了国军 他就是后来 使秦进会公 进会公 答应 隔离克的 匯阳之地 给不给呢 也不给 一声不吭 等你自己来讨 来讨的时候 我说个道理给你听 说您啊 国家元老 大臣 有本事 但是呢 你杀了两位国军 一个大福士包 就是西齐 桌子和荀西 荀西算是死在您的手里 是吧 当然 没有你除了他们 我就坐不上国军的位置 得感谢你 不过 像您这样的人 我做您的国军 那不是很困难吗 很难啊 将来我要什么事不对 您不把我杀了 李克也是哑巴亏了 李克就说了 说这个道理啊 是这样 有废才有利 不要废出前军 怎么立你啊 你怎么兴起啊 现在我把前面的废了 你坐上国军位置 反而说我弑君 有弑君之罪 是吧 这个叫做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啊 我认病了 于是李克自杀了 李克自杀了 李克的副手 也就是派到秦国 去向秦国道歉 土地不给了 这个人叫批正 批正呢 当时到秦国出差去了 如果在的话 他恐怕就和李克一样被杀了 听到这个消息啊 这个批正是非常的愤恨 在秦国 出差还没回来 就对秦目公说 他说其实啊 这个靖汇公手下 吕申 希瑞 他们确实是反对 割让土地 和秦国的 这个 这个靖汇公倒没说假话 但是 我们如果去贿赂这几位 让他们向靖汇公 建议 把土地割让我们 再不同意 让他们把这个靖汇公赶走 然后呢 我们约定 把从儿接回来 这不是个很好的事啊 秦目公说试试看 你去办 批正回去了 带着秦国给的众礼 去贿赂 吕申 希瑞 这吕申希瑞啊 也不是等兴兴之辈 说话说的甜 你送的后 绝对没好事 这说明批正的小子 在秦国出卖了我们俩 没说的 把批正抓起来 杀了 所以 李克和他的副手批正 都死于他奔国 批正的儿子 叫批豹 就逃到了秦国 向秦目公提出 一定要发兵去攻打靖国 秦目公自有主张 担卜秦人之危 但是呢 李想报仇 李投靠我就留在我这 但是现在您的意见 我还不能听从 不能发兵去攻打 这是秦国的一个民主 收留了对方逃过来的 想为父报仇的批报 但是并没有听从批报 马上就要发兵攻打靖国的 这个要求 这又不等于说 他不重用批报 就看重用在什么时候 晋汇公当政以后 不仅仅杀了李克 批正 而且把李克批正的 那些党羽 还有其余大夫 全都给杀掉了 这样国人 心里不服 因此 晋汇公 一上任之后 基本上没有得到 国人的拥戴 正在这个时候 晋国发生了饥荒 这个直接威胁到 整个晋国百姓的生存 于是晋国 派使者到秦国 向秦穆公提出 要支援 支援什么 支援粮食 刘元如也提示您 精彩继续 新晋两国英和开战 秦穆公在战场上 都经历了哪些 惊心动魄的事情 前进大战 谁胜谁败 百家讲坛 精彩继续 晋汇公背信弃义 当上国君之后 并没有将承诺的土地 割让给秦国 秦穆公虽然没有发怒 但是对此早有不满 如今晋国遭遇天灾 求助秦国 秦穆公能否同意支援 秦国的大臣们 又会怎么谏言呢 匹豹先说话了 这个时候趁机攻打他 不解个粮食 但是秦穆公 向大臣咨询 特别是简淑 百里希 这两位大臣就说了 天灾流行 国家带有 救灾许宁 国之道也 闭之 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个自然灾害 每个国家都会有的 救灾 抚恤邻国 这个就是国家的正道 每个国家都应该 有这个正义感 不论是这个国家 是我仇敌啊 发生灾来了 咱们就庆祝啊 这个不行 所以要国有国道 得帮助 意思 给他们粮食 秦穆公也发话了 禁军有罪 禁国国军有罪 老百姓什么罪过呢 给粮食 我们知道秦国 他也不是赴了哪去 全国真几粮食 我们看看 虎狼之国 是怎么对待 宁国灾难的 因此 我们在看大清崛起的时候 不但是看到啊 他有虎狼之师 打仗勇敢 我们更要看到 秦国 始终站在道德的制高点 这个是禁国 没法做到的 是激信国 所谓礼仪之邦 也都没法做到的 过了一年 秦国发生饥荒 秦国发生饥荒 自然呢 要向邻国 向秦国请求支援 要买进 秦国的粮食 秦国 不能说 金汇宫手下 全是一伙坏人 有一个大夫叫做庆政 这个庆政就提出来了 说当初 秦国帮助我们国军登上位置 我们国军 答应的割让土地 就食言了 食言 说的话 通回去了 没有兑现 这就已经错了 而我们经过遭受灾难的时候 而秦国啊 无私地给我们援助大量的粮食 现在秦国遭灾 当然我们就要 支援 就要把粮食给他送过去 这样的大道理明明白白 有什么值得商量的呀 不值得商量的问题 这庆政说的话 但是金汇宫的舅舅 他就不是任意间了 他说啊 去年 我们发生灾难 这是老天爷把晋国赐给秦国啊 秦国你傻呀 那个师父 你不遵守天意 不攻打秦国 那放走了机会 现在啊 老天爷把机会给我们进国了 秦国遭灾 我们可不能违背天意 打 趁这个机会打 这都是落井下石啊 趁人之危 这个意见 被金汇宫接受了 决定 咱们趁这个机会攻打秦国 你说这个金汇宫 和他的舅舅啊 这是什么人呢 恩将仇报 金汇宫不但不给秦国粮食 而需要趁这个机会去攻打秦国 秦国公一听了 这就是大怒 你因为秦国好欺负了 这么不讲信义 背景记忆的东西 于是秦国 主张 咱们缓急 秦国好不容易 度过了这个饥荒的灾难 这个天灾度过了 然后组织一支军队 去攻打 晋国 因为晋国来 趁机来打我 我要缓急 这样一来 双方在韩元交战了 这是 自从秦牧宫 取进宪宫的长旅为妻 结成秦境之好以来 第一次 形成秦境交户 你恨我 我恨你 韩元之战 开始了 打仗之前 进会宫啊 安排 这个谁给我驾车 谁坐我的车诱 也有古人的战车吧 中间是御者驾车的 左边是主人 主驾 右边那个呢 是车诱 又叫参圣 车上的保卫者 这俩人很重要 有事都是用将军来担任的 那先得问问沈 谁最重要 靖会宫 占卜一下 用庆政怎么样 庆政呢 老是敢于对靖会宫 说不的 庆政呢 一直是直话直说 但是他有特长 他的车架最好 所以靖会宫 占卜一下 让庆政驾车 或者坐车诱 在车上保卫 怎么样 一占卜大击 就叫这人 是神的意志 但是靖会说 不了 因为这个人对我不公顺 我的话 他总是要受个拨折 要反对 要指责我 不用他 用了另外两个人 正在作战的时候呢 这个靖会宫 指挥着自己的 那个驾车的人 冲上去 就脱离自己的军队 冲上去 争利 结果呢 他的车和马 一下子陷到淤泥里去了 走不动了 推也推不出来 这样一来 秦国军人包围了 这个靖国的国军 这个时候啊 靖会宫想起来 要是庆镇驾车 绝对行 于是 走 靖镇 这个庆镇回来 你来驾车 庆镇说啊 说你言而无信 背信其义 这个车陷到泥土里 活该 转身就走了 但是这样做也不对 有意见可以提 可以顶撞 可以批判 但是在关键时刻 这个走了 也不合适啊 所以庆镇说完 丢下这两句话 活该 走了 但是 这个靖会宫 没有做俘虏 车赶出来了 赶出来之后 相反呢 秦国公追上来 准备抓到俘虏的 他们反而 靖会宫的军人 反而回转过来 把秦国公包围了 现在秦国公吃亏了 原来以为他 他现在这个 淤泥里 来抓个俘虏的 你追上来 人家车正好 从淤泥里出来 反转过来 把秦国公给包围了 秦国公现在也受了伤 那境况很紧急 也很狼狈 这在走投无路的时候 突然 一声一阵子的呐喊 杀出一标人马 又不整齐 又没盔甲 完全是游击队 这进了以后啊 一个个都不怕死 冲过来 不但救了秦国公 让秦国公逃脱了 这个包围 而且反正过来呢 把那个救惠公抓起来了 真正的抓了以俘虏 秦国公都问问 壮士 壮士们 何妨审慎 前来救我 这些人回答啊 主军啊 您当初 丢了一匹宝马 是吗 那匹马 被我们旗下 我们老百姓 三百多人 吃了个包 咱把他刷了 吃了 然后您的手下的官员们 把我们都给抓起来 要办我们的罪啊 依罚治罪 依罚治罪 那不得死罪啊 但是说您老人家说了 您说什么呢 君子不宜徐产害人 说人 罪可贵的 马怎么贵 他也贵不过人啊 要知道 这个秦国啊 老祖宗以来是干啥的呀 养马的 养马 驯马 象马 驾车 这就是他们看家本领 所以对保马 他们不爱吗 爱保马 保马怎么保 那还保得过人啊 所以秦国公说 君子不宜徐产害人 我听说过 这样的保马 吃个马肉啊 不喝酒 那是要得病的 所以吧 赐给他们酒 然后跟他们 每个人 都要喝上那个酒 那就不至于说 吃了这个马 马肉 还中毒了 受不了 然后把他们全个放了 说我们这些人感恩戴德啊 我们时刻想着 什么时候报大灵 没机会 听说秦国晋国 在寒远交战 咱们就跑到这来了 就等到机会了 正好我们一来吧 看见您 被他们包围 吃亏了 所以啊 一个个里 真先恐后 不怕死 来救了秦穆公 这个秦穆公的这个做法 不宜血散害人 我们说他是有人心 有人爱之心 但也有人说 这是策略 你说是策略 他当时想到 有韩元之战 自己要吃亏 那三百人来救我的 没有这个功力的考虑 这是一个人的本性 所决定的 所以秦穆公 做了一件好事吧 后边就得到了回报 这里行车一个强烈的对比 你看看靖汇公 是在最关键的时候 最危急的时候 连一个大夫 最善于驾车的大夫 弃他而去 说你活该 同样的 这个关键的时刻 危急的时刻 秦穆公 却有三百多老百姓 来救他 两相比较 你觉得 谁是火狼之国呢 有一个叫清清紫金的网友问 秦穆公最大的人格魅力是什么 秦穆公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那就是礼贤下士 广佑克勤 说得更明白一点 他能够海纳百川 经世之用 秦穆公手下的所有高级官员 基本上都来自各个国家 从李斯的建筑和梳立都可以看出来 是不能国际的 而这一点呢 这一点 各国君主都有所体会 但是没有他用的好 对秦国的影响更随便 到了秦孝公 秦汇王 秦昭王 秦始皇 谁谁都是按照秦穆公的 这个用人的路线 这样一来 在这样一个尊贤重视 李贤下士 广用克勤的基本思想指导之下 秦国是一步一步崛起 最终统一天下 秦穆公言而无信 背信弃义 秦穆公对他恨之入骨 如今韩元一战 秦穆公成了秦穆公的阶下之囚 秦穆公会杀了秦穆公吗 请继续收看 秦进交物 秦穆公 秦穆公 他的做法是 要用晋汇公来祭天 祭天地 就杀了他 所以周天子啊 听到消息 马上给秦穆公来信 说开根 手下留情 因为这个秦国吧 他是我的兄弟国 请你啊 一定手下留情 周天子的面子 应该买账吧 第二 他的夫人 也就是在晋国称为伯姬 他秦国后来就称为 这个秦 这个墓姬的秦穆姬的 秦穆公的女儿 她是太子深深的 同父同母的姐姐 也是一无的 同父异母的姐姐 这位现在决心 要救晋汇公 怎么救呢 他牵着几个孩子 一个是太子 就是秦国太子 他生的太子 还有太子的弟弟 还有他自己生的女儿 把这几个孩子啊 牵着到哪去呢 登上一个高台 这个台台上堆满了干草 干草 干柴 堆得很厚 所以墓姬啊 带着孩子们 踏上这个柴 那个柴堆 手里拿着火 说这是老天造 这个造化弄人啊 让秦静两国 不是不是做兄弟 而是做敌人 刀兵相见 今天我弟弟做了俘虏 他说若进军朝一路 这杯子西已死 说如果我弟弟进汇公 早上进来 那么我就晚上死 西一路 这早已死 如果晚上压进来 那我早上就死 总而言之 我见弟弟一面就行了 我就非死不可 为君才之 说祖君 你看着办吧 这个勤募公的选择 还有第三个原因 使得他下不了手了 他说我曾经啊 听说 听谁的话呢 一个大贤人 殷商的贤人 叫姬子 说姬子啊 当年就说过 他说啊 这个姬姓的后代 就是 就是个 唐书鱼的后代 也就是 那个 周承王的弟弟 书鱼的后代 是姬姓国里面啊 最晚衰败的 最迟衰败的 也就是说 这个晋国 他还会延续很久 还会强盛起来 这个圣贤都说过 都预见过 所以说 晋国现在 虽然这么乱 这个昏君当道 但是晋国还没完 天术 没有尽 所以 现在杀他是不合适的 有了以上的这几个原因 周天子求行 夫人以死相求 然后 我又想起 圣人的预言 所以啊 不决定不杀了 不但是不杀了 而且对夫人说 我请弟弟来做客 做客怎么做 首先跟了 跟换做错 做到宫殿里 然后呢 以礼相待 馈之以七劳 七劳最慎重的礼节 就是当做国君的规格 当了国君互相拜访 这样的规格 去招待金会公 当然金会公 心里感激谁 他也不知道 总之他现在说了 我本来是要死掉的人 现在没死 让人送信回去 我虽然还可能被放回来 这个秦国公要放回我的 但是呢 我每一年见社稷 什么是社稷呀 社神 祭神 每个诸侯国 都要立的两种神庙 就是土地庙 和古神庙 没有土地就没有国家 没有粮食没有国家 这两个神 社稷是代表国家的 说我每一年回去见社稷 每一年见我的国人 算了 你们就立我的儿子太子鱼 做国君吧 建国人原来本来恨这个金会公 现在听金会公这么一说 说老百姓啊 都同情地流下眼泪 国君现在是好人了 金会公公子一物 不择手段地得到 金国国君的位置 有背信弃义的去维护国君的位置 总之是内外弃之 国内国外的人都要抛弃他 现在打了败仗 做了俘虏 同时呢 有人给他求行 设置优待 他让吕申带姓回去 每一年见社稷 他提出要辞职 让太子提前结位 这么一个人提出辞职 就因为一事败仗 就翻人醒悟 重新做人 这是真的吗 请关注下集 谢谢大家